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大叔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3年的立马MajorNT对战Talent 败者组第三轮比赛BO3的第二场 这场比赛双方呢在阵容方面很有意思 NT最后一手拿出来了一个天怒法师 Talent这边呢则是在中单的位置上 为了限制对手的TB拿出来了一手宙斯 前三手小小大叔和电影决手 而NT一手抢了谜团 对方并没有选择用沉默术和拉比克这类英雄处理 而只是拿了一个大叔 大叔这个英雄来断谜团的大招也很好用 但缺点是范围有点小 所以他需要距离谜团比较近 对于跳刀啊或者推推之类的装备有一定的需求 或者对于团队的站位也有一定的需求 这场比赛呢选择最后一手拿出来这个天怒法师 以后海民是去打中了 暴风雨的中单海民 三号位谜团 天怒加上狮王的双酱游 这个阵容的话爆发还是非常的高啊 这个海民加天怒的爆发很足 TB的输出也很足 谜团有控制 天怒有一手沉默用来能够去限制一下宙斯 那23在最后一手拿出来的大哥位是TA 用TA来去打对手的海民加上TB这种英雄 嗯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这个选择 TALENT现在怎么这么厉害 TALENT这个队伍现在的实力确实有东西啊 讲道理确实有东西 而且这届比赛就是TALENT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是在以一个比较缓慢的速度进化 他们的进化并不是那种质变 说一下突然间打通了人多二脉 然后突然间变得很逆天 他们是在一个很慢的速度进化 然后每场比赛打的其实都还是比较艰难 一路磕磕绊绊 但是总能够往前一步一步的走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当然了这届比赛东南亚的队伍呢 目前也就剩下他们一支了 阵容方面的话 甲脖子的三号位电影角手 对线对手一个五号位的狮王 加上一号位的TB 那四号位这样比赛是小小 这两个英雄打狮王加TB 要看狮王要买多少颗芒果了 他如果一直跟他续芒果的话 其实TALENT很难打 不过狮王这个英雄一直续芒果 如果他无限的在这续芒果的话 对于TB来说也未必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因为TB这个英雄 我之前在给大家讲解的时候提到过很多次 其实TB并不介意对方快速的拆掉自己的优势路一塔 甚至你最好拆一塔的速度特别快 对吧 你拆一塔速度越快越好 你最好五分钟 三分钟你把我下路一塔拆了 那我才开心呢 你把一塔拆的足够快 然后我这边就可以更早的去靠二塔附近去打钱 而TB有幻象的帮助的情况下 他三级就可以去收小野和中野 三级到四级就可以收小野和中野了 大野的话会打的稍微有点累 然后呢 对于装备的依赖会有一些 当然这个也看他前期做什么基础装 这边二三 第一波二三过来以后的位置 撞雾了 好像雾到时间了 不是撞雾到时间了 海民这个地方兜了一圈过来 并没有看到对手的英雄 两边都是没有看到 晚上的视野呢不够 这边应该是看到了 这边看一下这个视野 可以看到现在双方的视野都是没有来得及看到对手的英雄 那么这样一开始 哎 海民暂停了一下 表示自己的FPS好像有点掉了 老奶奶兔谁有套路 扔小小还是扔大树 这场比赛要兔的话 应该是扔小小和TA 不会去扔大树 因为大树需要留着去大招打断对手 迷团的大招 所以不能去大树兔上去 然后直接开一个掀手大 当然了如果对方的迷团没有大招的话 那可以这么干 有大招都不能这么干 东南亚全村人的最后希望 如果是东南亚的观众 就是咱们直播间马来西亚的观众非常多 如果是大马的观众 或者是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观众的话 不用担心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东南亚赛区的战队实力 其实是在上升的一个态势 整体实力是在上升的 包括这届比赛 东南亚来的三支战队 像是台湾 XCTN 还有谁来着 这几个队伍的状态 其实都很不错 相信下一届比赛 我估计下一届比赛 如果东南亚赛区不出现顶级玩家 然后快速的被其他赛区买走的这个情况 能够维持人员的稳定性 有效的挖掘新人的话 我估计下一届次major 甚至下下次major 东南亚赛区的成绩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会更高 讲道理 可以预期的会更高 还有个TSMHS TSM是北美的 不是 不知道 怎么得 不 怎么能 没 证明 词 快 好 这边比赛继续 这届比赛这个major我这边录制现在是单独编码了 我到时候可以把暂停的部分咱们录制里边也给它跳过去 他暂停我录制也暂停 刚才忘了 后边的暂停我会暂停一下也 感谢从前有座山老板的粉丝弹灯牌 谢谢老板 小小这块一个投掷直接美滋滋的拿到一个神符 这样Tilent三符开局 这块NT两个人留住了甲脖子的电影角色 但是TB加海民两个人输出在这个阶段有点少 如果能再有一个减速的英雄跟着给输出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米扣道的宙斯打中单的海民 这个对线的话 感觉海民不会很舒服啊 说实话 而且海民的雪球并不能够去用来滚这个宙斯 他滚宙斯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跟宙斯有一点点的距离滚宙斯 然后宙斯直接往塔下跳一下 把海民带到塔下 然后这个海民就会掉好多好多好多的血 平时血量就会比较低 然后还会被对方不停的去消耗 这个会很难打 狮王居然一上来是偷掉了甲脖子的一个小鸡啊 狮王这种英雄能够偷掉小鸡也是很不容易 对方的另外一个小鸡是小小的 现在停在一塔下并没有过来送 嗯 没有过来送东西 看看他Q过来以后 哎呦 没报仇成功 对方的小鸡都走了 Q这边还是先把自己的正事干了 先把兵线勾走 先把兵线勾走 这边勾过来兵线以后呢 看到对方的狮王 两边的兵线在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位置交汇了 而且另外一侧呢 也有兵线交汇 这样两个英雄的话就分开了去吃这波经验 反补就显得很重要了 谁的反补更多一点的话 就可以卡对方一个二级 就会变成一个二级打一级 中单的这个宙斯跳走 中单这个 米科特你看他刚才这个动作就是在骗海明的雪球 他故意在骗这个海明的雪球 他就是贴得很近 然后告诉你 对吧 你现在哎我就这么点血 你可以拿雪球滚我 然后在对方滚之前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跳 他是预判的一个跳 但是呢海明没上当 海明也是过去以后 抬手假装攻击你 然后骗你一下 把你的跳骗出来 两边在中路的这个勾心斗角上面做的 可以说都是相当的不错 米科特这个选手真的让我挺意外的 东南亚赛区的中单 米科特这个选手也不算是特别特别新的一个人吧 这节比赛的表现属实是有点亮眼 对吧 小小扔进来 老奶奶减速 但是没有蓝卫柄 那么这一波没有杀掉 Fishman 又被追着 这老拳锤到这里 给上一发试魂 没打死 还好是小小换一个血量稍微低一点的力量 献献熊这波都要被单杀了 好凶啊这个 看视频那时候遇到暂停滑过去不就行了 滑过去不是还得观众操作吗 对吧 而且滑过去你滑多了滑少了的 我这边能让咱们的视频观众方便点 就能方便点就方便点呗 下路的对线目前TB13-3 老奶奶14-2 那中路海民和宙斯两个人现在是护肥 TA在上路目前的优势 不算大 16-6 对方的谜团14-5 两边发育的差不多吧 小小又是扔过来一个狮王 然后再消耗一下 狮王表示我 对吧 Fishman 于南狮王 今天就要跟你们两个人拼 你吸我过来 我就吸你们两个人 你给我扔过来 我就吸你两个人 打不死啊 这个狮王 这对线打两个力量型英雄 这真的是赖屁狗 扔过来以后呢 你看这又扔进去了 有山崩没有 好像是这个山崩给伤了 但是对方已经脱离了防御塔的攻击范围 小小的山崩给的太晚了 没有 我刚才没有切到小小的这个视角上面 所以我没有看到小小是没有CD还是什么原因 但是这波没有击杀 说实话有点可惜 这把迷团过来 给上一个增我 然后小迷团合机 直接打到对方的折光 不过现在TA在上路发育逐渐拉开差距了 中单将比赛暴风雨的海民 哎呦这个冰墙是补了个刀可以的 这个刀补的还是有点厉害的 你别说 视频观众不都是配着助眠的 想听大叔单口相声 狮王现在在下路保这个 TB保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吧 应该说 现在TB是有26个正补 10个反补 电影角手是20个正补 3个反补 而且小小家电影角手 常年兵线在自己家塔下这个范围 那有很多的机会去击杀对方的情况下 没有能够完成任何一次有效的击杀 也是挺难的 说实话 还是配的电影角手 这个英雄在前期的控制有点难拿 就是控制这个劲儿有点难拿 换一个稍微控制简单一点的 或者是类似马格纳斯那种的 这场比赛至少已经杀了两个了 至少已经杀两次 甚至三次了 在下路 下路现在的一个TB的发育情况是2500块钱 两边的三号位现在是并列第五 都比较穷 中单的海民跟对方的宙斯和TA 现在是并列第一 TB一个人在第四名 这里小小一个投掷 把对方扔回去 看看支援过来一个海民 六级海民第一波 蓝量好像有点少 这里喂一个饼回去 可以 非常简单的一个救人 加上小小提前给上了一发山崩 完美的一个自保 那么这样的话 海民第一波的边路支援失败 宙斯可以在中路美滋滋的去清一波线 快速的把兵线推进塔 让防御塔尽可能多的去打掉有一些兵线 不让对手吃太多的经济 这边海民赶紧回到中路 也是兵强补刀 漏了一个饼还行 这一波兵只漏了一个 加上这边又是一个投掷 扔回到塔下 卫饼砸晕 给输出 再加上一个平射 这里宙斯给大 漂亮 拿到一血 TB变身A了几下 但是大树的树甲保住了小小 而且在塔下有一个高塔保护光环 加大树的一个树甲 这个护甲确实有点高 然后这套比赛 TALENT已经是拿到了一个小小的优势 这个一血之后呢 宙斯这个点现在很肥 23的TA也是一个无解肥的状态 不得不说23这两年有点 有点蜕变 讲道理的时候有点蜕变的感觉 海绵一拳尊飞 湿完过来吸一口 赶紧给自己的队友奶一下 宙斯剩余的血量还是足够的 这个血量真的是足够的 有大树的树甲 他可以再回一会儿 现在8分钟的神符是刷在了上路 被对手添怒给反补掉了 没有能够把这个神符控到手 也是很可惜 这狮肉就买藓水和芒果兑限吗 对啊 这个狮王在兑限期的时候 如果你的队友 比如说你用的是一个大哥 如果你的队友是这样的一个狮王的话 你那个大哥会打的跟单机一样 特别爽 真的就会变成一个单级游戏 就是你看狮王一个人面对对方两个人 然后对方两个人总是对这个狮王有想法 但是你丝毫不用担心 因为对方根本打不死这个狮王 一般的二人组看到这种芒果树狮王 芒果树还在不停的给自己浇水 不停的长新芒果的这种狮王 那个你是真的没办法 他就买芒果 就跟那无限的续蓝 然后就跟那不停的吸你力量给自己回血 你还就是打不过他 看一下这里狮王 这狮王被狮王打一套 小小给人一个山崩 小小这边看不过去了 小小小看不过去了 宙斯也感受不了了 必须得来下路搞一波事情 这什么玩意儿 这一个狮王追着我们这两兄弟打了这么长时间 不过这个狮王保了这么长时间 TB的经纪也只是跟DN军手差不多呀 海民上来 哦这个地方能提前看到吗 没有提前看到 这一遍雪球滚过来 冰墙截一下一拳轮飞 天怒给输出 最后一个平A天怒拿到人头 海民的位置稍微有点尴尬 在这个冰箱后面正好被冰线包围了 不过把冰线断在那里 等一下自己这边谜团把本方的冰线带到塔下 就可以一起搞事情了 自己还直接用冰墙把冰线给清掉了 也可以 也可以 世王这边被贴 打一套 宙斯给一个大招 并没有能够完成击杀 下路这里呢 是看了一下 宙斯这个大招正好也看了一眼 对方在下路这没有人防守 那我就他的事 把那下塔给你掰了 双方各自拿对方的优势路一塔 团队经济方面来看的话 Talent这边还是占着一点点的优势 这个塔拆完了以后 还是会回到一千多的一个团队经济差 海民的装备走的是一个相位鞋 然后出贴猎鹰战刃的这个思路 没有走暗灭的路线 这种出猎鹰战刃的海民 就是不出暗灭这种 其实是新的一种打把思路 就是说在我的阵容不缺输出的情况下 海民去出猎鹰战刃 出完了以后呢 直接去做跳楼A仗这些装备 变成一个用A仗把对方踢回来 把人踢回来的这种打法的一个思路 干扰对方整个团队的一个站位 不过说实话 说什么话 我觉得 这个打法 我个人的意见 我个人的意见是 不如VS 好吧 不如VS 哪怕是同样出一让 他也不如VS 这里小小跳过来 一个山崩 一个投掣 扔回来宙斯 扔回来一个狮王 然后宙斯这儿追着电 立一个墓碑 宙斯这里再一个大电 完成击杀 拿到人头 优优优独播剧场 VS可能打前台费劲了 现在双方的比分3比1 然后经济方面的话 领先优势是在一二号位大哥身上 酱油味这样比赛 反而是落后的一个状态 都过来以后并没有找到谜团 这波开股不抓到人 也确实是有点尴尬 那这样的话团队经济要被追上了 大叔好大叔好 南秋又来了 这场比赛海民没有去做这个一仗 他还是选择出暗灭的路线 他只是先做了一个猎鹰战刃来过渡 项尾西他如果出暗灭的话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个就是比较标准的 现在一个中单海民的打法 中单海民如果完全放弃了输出 这件事情 然后光想着去追仗 把别人给踢回来 这个东西他确实 后期的时候 海民的A仗 它的作用其实比前期要 要更作用一些 这里要杀小小的话 看看有没有机会 海民并没有上 海民这个地方并不能直接上 小小这里一个VT二连宙斯大招 你们这三个人 这好像出现了一些理解上的失误 太低估对手的输出了 这时候又是大电小电 零换三 NT这波团战 我怎么感觉他们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沟通上的失误 这种失误在职业战队比赛里面不常见的 这个是路人局常见的一种情况 就是三个人的意见不统一 要打还是要走的意见不统一 这种时候需要有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喊一嗓子 就是要打我海民就直接上了 如果不打的话那我就直接走 三个人在那个地方又往前走一步 又往回撤一步 又往前走一步 这个属于是在职业比赛当中不太应该出现的一个错误 他说到达所有百分比数值都是非线性叠加吗 啊 谜团这块一个大招 海民过来集火秒掉 漂亮 这边送走一下米高度的宙斯 完成了一次击杀以后 选择让TB变身 过来打肉山 Tilen这个阵容 其实打这个肉山团的话 他们是可以打的 讲道理他们是有资格过来打的 谜团没有大招 电焰角手的大招的时间差的不多 但是电焰角手身上有梅肯 有小小 有大树 大树有大招 这个时候有条件过来跟对方打 来的太慢了 来的太慢了 打完了对方已经 小小这个位置 老奶奶卫柄就一下 没来得及啊 直接被TB一轮合击给秒掉了 那么打掉对手的小小小人都来到3比6 小小被击杀 宙斯刚刚复活 TB的经济现在追平了宙斯 但是TA的经济仍然是遥遥领先 看一下老奶奶卫柄 杂云留住一个对手的失望 也算是找回来点场子 宙斯这边给上一个大招 观察点其他对方的人的位置 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再继续打 这里看到了TB的位置 TB还被对方给到了一个减速 应该是TA之前放的线紧 有两拨远古发现了 发财了 开心了 挖对方的矿 打对方的钱让对方无钱可打 美滋滋 百分比数值非线性叠加 这个事儿不统一 DOTA2里边它很多东西 它不是统一的 你要具体问我哪一个的话 我可能大概能想起来 你问我整体 我记不住小小这里TV二连 再加老奶奶排击炮 宙斯大招给视野 那么看看远端 这块小小被对方留了一波 但是有数甲的情况下 海明的输出现在有点不太够 老奶奶为一个饼 把他救出来 救出来以后 TA现在已经开始带队打架了 这个TA这么早就来带队打架了吗 小小这块一个山峰 然后想往回扔 第一时间没有扔回来 原地扔一下也行 原地扔一下也行 还是追求了一个回扔啊 我去 这一波这个回扔是真坚决 海明上来打一套 大出一个大招 顶住 没打死 海小小还在补上一发山崩 沃泽的TV想回来换血 换成功了 换的是对手的TA 小小这边再扔回去 对方一个狮王 海明的肉山盾打掉 天怒最后是收掉了 对方两个人的人头 再给上一发 奥法英笋 没有打死 对方残血的狮王 这个狮王站起来以后 被假脖子完成了 不是击杀 再一个奥法英笋下去 假脖子里边还在顶 假脖子里边还在顶 假脖子里边扛不住了 被对方医者 不是 是被防御塔打死的 这几个让人头一直在 结果最后是被防御塔给打掉了 那么这个人头是平分了一波 其实这个是打成了一个 怎么说呢 这一波团战打成了一个 六四开吧 或者七三开 七三开吧 赚的是海明有盾 那么 而且另外一个比较赚的是 对方的TA被击杀掉了 但是又不是很赚的地方 在于 这个团是在自己家的下落二塔 我去这个爆发 是在自己家下落二塔打完的 所以你打完这波团战以后 你只能就近的去刷钱 没有办法快速的组织一个进攻 去拆掉对方的防御塔 只能去刷一刷钱 这种防守型打法 其实是以东欧赛区比较小 这玩意又是小小家 就四的一套爆发又秒了一个 迷端这边给上一轮河街 队友卫饼 看看还有没有后续 也没有了 海明直接盯上来一个兵墙 完成了击杀 没有后续能够去救这个小小的技能了 小小这边身上也没有应急装备了 讲道理这场比赛 小小身上可以再买一个魂类 就以NT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小小可以再带一个魂类 这场比赛魂类的性价比挺高的 大家说比赛宙斯为什么都不出雪晶石当歹落用什么 因为那种打法它是一个很路人向的打法 比赛里边你不能真的把宙斯扔的前排去扛伤害 像这场比赛 你出个雪晶石往上一冲 对面的天怒给你一沉没 你不直接就傻眼了 自己就瞄躺了 就没有奶酪了 有一些套路是适合比赛 有一些套路适合路人 有一些套路它可能在路人局 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优化和调整之后 以及职业战队对于它的配套的阵容 对于配套的阵容的一个匹配和练习之后 它可能能用来上比赛 这边直接被大树美滋滋的破误 有这个破误破的呀 大树真是开心啊 这个破误破的 撒里巴粉没有撒到 投资给大直接抓住一个 小小扔一个头这 老奶奶大炮轰上来 第一时间没秒掉对方的谜团 小小这边也回来了 大树大招定住 先秒掉谜团 暴风雨的海绵也被直接送走 我Tilent这是要2比0 直接带走NT的架势了呀 好猛 周四这边跳过来 给到视野一个大电 打断对方的TP 再留一个失望 16比7 拉开7000加的差距 我这个Tilent好猛啊 真的好猛 这个败者组的第三轮 它是6进4的比赛 就这轮比赛 你赢了的话 你就可以进到前4了 东南亚赛区的队伍拿到Major级别的比赛前4 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了 哦这里卫饼砸晕 看一下小小终于被对方留住了一波 但是乃了一口都扛了一会儿 这个是迷团给自己的队友乃了一波吧 乃了一波 把天怒的状态给乃回来 抓死一个小小 那这样呢 短时间内没有小小加上天怒 加上这个电影角色的排击炮 上来搞事情的这种机会 这张比赛NT的天怒和海民的效果没打出来 有点可惜 其实天怒加海民是一个很简单的二人游走 但是这场比赛不知道为什么NT 他的主动进攻一直就没有进行 全场都是在很被动的一个挨打的局面 Boxy走了对液体有影响吗 那肯定有影响啊 感觉这场比赛NT被Talent的这个节奏打得点不会玩了 其实这个挺奇怪的 因为西欧赛区的节奏并不算慢 就是整个西欧赛区的比赛节奏并不慢 但是这场比赛感觉就是两场比赛下来 NT都处在一个 就是总是比Talent慢一步的慢半拍的感觉 不管是进攻的节奏上面 还是在打盾的一个对于肉山盾的控制节奏上面 尤其是打架 就是出来游走抓人打架 总感觉NT慢慢拍 就是NT这边刚想准备打 对面已经到了 在冰箱上的颜色里面 在黑莲山上的颜色里面 在赛兰之中的颜色里面 不必要是与这个赛兰之中的颜色里面 感谢Nippo1老板的17个仙女棒 谢谢老板 教练替补boxy 液体那边是四号位 他不是教练啊 不是教练 注意 不是教练替补 是他们的数据分析师替补 不是教练 叫JAB比赛 宙斯这块大招先手给视野老奶奶大招轰出来 海民一个雪球三个人都包进来 那这样的话直接秒掉一个小小 自己这坚持能走掉吗 大树大招定了两个 但是好像有点打不过 TA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NT这波团战海民立大功啊 一个雪球把自己的两个队友全部包进来 三个人在一起 然后免受了对方颠绝手的一波伤害 这个还是有点秀的 这波你别说 了解 了解 看看TA这块被对方给上一发天怒的 是副给利加托斯 不过没有人上来给伤害 这个时候没有盾的情况下 TA手里头因为有BKB 然后呢 谜团并没敢上 谜团没在 这波其实谜团在的话是可以杀的 有机会能杀 谜团怎么次次被先手 谜团不是次次被先手 只是因为对方有宙斯 对方有宙斯的情况下 每次的开团 只要不是NT主动进攻 那么一定是对方跳刀的覆盖范围 所有的人都是对方可以先手的目标 刚才那一波小小上去以后也是先手到了三个人 不是不是只先手到了谜团一个人 这波TA过来打入山 逼对方开团 大树的大招已经好了 老奶奶的大招也已经好了 这里又扔出来一个海民 然后推推往外走一下 海民这个地方感觉这波是跑不了了 大树给上一个大招宙斯 交大TA开启BKB 把对方的人逼退 这几个弹道下来以后 谜团虽然没掉多少钱 但是自己的队友扛不住 海民加尸王两个人直接被带走 兔兔宙斯拿到了一波双杀 打完以后人都数来到了18比9 正好超了一倍 加8000的一个团队经济差 谜团完全找不到机会 拉大一张比赛 老奶奶这边卫柄 往前找 应该是看到了 有一个陷阱 炸出了一个沉默 在街上一发减速 小小跳刀过来 替背二连 老奶奶一顿兔兔 加上宙斯的大电 小电还差一个小电 完成收尾 打完以后呢 正好TA 打完肉刷 拿到盾 拿到一个魔精 这个魔精呢 看看谁来拿 宙斯跟TA 估计应该都自己买完了 老奶奶也自己买完了 那这个魔精给小小了 只能 剩下哥几个全有魔精 好家伙 好家伙 这魔精是真奇 这个小小拿到魔精的话 能有五个人身上全戴着魔精 我估计可能魔精的设计师 看到这一幕 应该会很欣慰啊 因为魔精这个东西 其实刚刚做出来的时候 没有什么人做他 因为刚做出来都是20分钟才能买 效果也一般 看看小小这个地方上来打一套 自己活下来了 宙斯的一仗雷云帮忙 拿到一个人头以后呢 TA赶到正面战场 把对方其他人全部吓跑 整个战场上 现在NT有点一出击溃的架势了 开始 每一次团战的时候都是被对手的宙斯 一个大招先手到 先手到了以后最难受的其实是这个家伙 谜团是最难受的 谜团现在他人出跳刀的意义都没有 看看小小这里一个山崩 扔出来这个谜团 谜团直接被秒了 他甚至连在最后一刻开一个大招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在空中一落地都被秒掉了 TA现在的经济一万九千多块 老奶奶 这个宙斯的雷云给到 看一下又电了一下 小小投掷人过来一个TA一刀 没用上吗 用上了还好 看着像是宙斯一个大招电死了 但其实TA的贴身一刀直接秒掉 打完了以后 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拉开了一个一万三的差距 哎呦这个Talent真的好厉害啊 这些比赛 而且Talent这些比赛感觉越打越好 真的是越打越好 这种越打越好的队伍其实是特别吓人的 你对于他的所有的实力的预期都会被破坏掉 就TI11的TE也是 TE之前的那个队伍 他们往往是在小组赛和淘汰赛的第一轮第二轮打的会比较好 然后后边的话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起伏 那结果没想到TI的时候 TE那个战队到了游戏的就比赛的中程 中后程这段时间 反而变得越来越猛 超过了他们以往的上限 打得越来越猛 甚至连整个的打法思路都变了 就整个队伍自信到连打法都敢 这只Talent现在的比赛状态也真的有点 有点离谱 说真的有点离谱 看看小小这里 山崩一个扔扔过来一个海绵 然后顶住缠绕了以后 没法放技能 然后连续的被沉没 连续被对手用魔晶的一个陷阱去给沉没 大树这里再往前找 看到了对手TB的位置 不过所有的技能都已经放过了 不能直接上去再击杀对手的TB 海民被击杀了以后 现在正面是TB有变身 迷团有拉大 对方的大树没有大招 TA身上带盾 TA这块开折光 然后直接拆 顺便保一下自己的投资车 对方开起了一个塔房 看看他们要不要开个塔房 保一下投资车呢 没保 选择是还是过来直接平推 因为下一波兵线已经到了 不需要去开这个塔房了 小小这块投资 扔回来的是一个幻象 本体被对方打了一套 天怒的这个大招被对方卫柄 直接救下来 天怒的爆发已经用过了 老奶奶直接开大开始轰 周四一个大招完成收割 带走了对方 失望失望果断选择了满活 中路高地这块 这个TB 想换血没换到 好尴尬 这样的话再扔一个陷阱上来 给视野 只能换自己的队友了 BKB开出来以后 并没有能够换到对方英雄的血 只能换队友 没有了BKB的TB 对对方来说 现在就毫无威胁 没有了BKB 不要说对方的TA去欺负你 对方甚至只需要小小加上宙斯 就可以把你这个TB 按在地上摩擦 我拍了这些比赛打得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而且23在这届比赛里边的表现 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 就是23的表现 可以说丝毫不落后 沃森 沃森是欧洲区常年天梯第一的一个C 也不是常年吧 就是这个近期很长一点时间 他经常是第一的一个C 23是全世界第一个 13000分的这些选手 23之前差一点点就来中国了 当时已经跟VG都谈好了 结果当时好像是因为一些 是因为什么没来城 我忘了 看看这里 大树一个大招定住 海民秒掉了小小 但是自己回不去了 周四又是一个大殿 完成了收割 医者开始往前追 沃森那边再往前追 看看TA现在离正面这场有点远啊 海乐 又这个大树 被对方的天怒拿奥法因子损 一直追追死了 狮王靠过来以后 老奶奶这边一顿贴身大炮 然后再加上宙斯的一个小殿 完成收割 拿到双杀 宙斯什么数据了呀 15杀 一死6助攻 我的天哪 当时好像是去不了VG 去不了VG以后 当时VG是一直让自己清训 好像清训的那个谁 Puyoyo吧 Puyoyo在打比赛 然后打了 当时打了可能半年 觉得Puyoyo还不错 然后最后就把Puyoyo 保留下来了 当时也确实23来不了 有点可惜 23如果能来VG的话 我想想 当时的23没有现在这么猛 说实话 真的没有现在这么猛 而且当时23在东南亚赛区 跟其他的几个人组队以后的成绩 其实挺一般的 这个地方山峰居然打到了 距离正好够 宙斯这里被对方给上一个阿托斯 然后直接跳走 跑得好快 迷团的位置好尴尬呀 这个迷团 这迷团又白给了 那么这样被对方定住 直接秒杀 打完了以后 扬刀扬住TB 想要接上一发山峰 连续的爆发 沃森换血同工 贾伯的BKB开慢了 那么这样的话 开分身 转身跟TA硬刚 这个时候TB刚不过 老奶奶也过来一顿秃度 再加一个平射 宙斯也在身边GG 这样了 恭喜Tilent 恭喜Tilent 战胜了NT战队 那么这样的NT是止步在了前六 而Tilent挺进到了前四 已经是 那么今天 Tilent将会在第三轮 我们今天如果拨到第三轮的话 他们会对战北美的SR 那这样的话 现在前四的队伍就全都出来了 前四的队伍分别是NT SR GG和Liquid 西欧赛区这届比赛 大大失败 大失败 前四只有两个西欧赛区的队伍 颓势进险 好吧 西欧赛区颓势进险 Hello 我是藏博大叔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稍时休息 一会儿带来的是 今天的第二轮比赛 对战的对手 那比赛也是一个相当相当重头的重头戏 GG对战Liquid 胜者组的决赛 两支已经锁定了前三的队伍 会打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GG更有希望一些 因为毕竟换了一个人 而且他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师的 就是那个JABBZ 上一条推特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他刚刚被BOXY单手顽虐 单手顽虐 好了 那我是藏博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